哈喽 大家好 我是马色周 欢迎训练的赛售 Totelplay完结的测评 本集是第14期 咱们继续介绍一个12寸 Totelplay的人物 这是一个1比6的一个超大比例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话 就是这个公爵Duke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讲的就是 这个公爵和男爵夫人 这两个人并不是两口子 并不是一对 Baronis男爵夫人 她喜欢的是这个Destro 我们在这个动画片里的话 Duke是跟这个红发的话 好像有一点点的暧昧 但其实红发的话 应该是按照这个冒书来讲的话 应该是跟蛇眼是一对的 那么蛇眼的话 它是一个冒死旧红发 导致这个面部这个毁容 红发的话 也是一心爱这个蛇眼 那么跟这个Duke也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Duke爱谁呢 Duke爱就是他身边的这帮士兵战友 那么他的话 是一个GIA州里面 绝对的一个战地的一个指挥 是一个战地领袖 那么在这个GIA州的这个级别里面 他应该是这个 小郎郎的一个二把手 一把手的话 是这个霍克将军 那他主要负责一个幕后的一个指挥和调度 冲在最前线的就是我们这个公爵 非常有这个魅力 经常是这个身先士卒 不是给我冲 而是跟我上 好 那么当这个公爵 这个不在场的时候 是由这个火石进行一个战场指挥 那么有的时候 这个公爵被这个 这个Cobra Commander 被这个掳走之后的话 就是由这个火石带领 所以说的话 这是一个 这个三个里面最重要的角色 一个是霍克 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公爵 另外一个话 就是火石 霍克的话 我们下期就会介绍好 那么这个版本的公爵的话 其实就是致敬了这个1983年的这个第一版本的这个小人公爵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就是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的话 在我这个接触节目的话 我是有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我们可以去搜一下1983年的这个公爵 好 那么这个版本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品质的提升和一个像老板的致敬 待会的话 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 这个公爵的话 绝对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冲在最前线的这么一个老大的形象 所以说很多的书的封面都使用他的这么一个经典的角色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这本这个Gi周的收藏这个手册啊 那么这个封面的话就是我们的公爵 我的之前的话就把这个所有内容的话全部收起啊 我有一期节目一共是这个800期测评 这是我的目标 那么目前的话 我已经基本上差不多都收起了 目前有这个400多个小人和将近这个200个载具啊 我后面的话也会把一个坑继续把它填完 好的 我们往这来看啊 好 那么这个玩具的话也是非常早期的一款这个SYTRO这个出品的玩具 配件并不是很多 那么当时的话 我也是属于之后才收的 因为一开始的话 我特别喜欢眼神特朗队 那么进行一个及时的购买 都收起了以后觉得没有收了 那么就开始收这个比如说这个三个最高领导人 然后的话也是一次把他们收起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他的话呢 大武器有这么两个 我们先来看这把 好的 那么这把枪的话呢 他并不是一个现实世界有的枪 他的话呢 是在这个动画片里的这么一个激光枪 那么他的话是这个黑色的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 也有这个分色涂装 还是质感做的还是不错的 是一个塑料的材质啊 这是第一把武器 好我们开始我们看这个也行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头盔 这个头盔的话叫做这个凯夫拉头盔啊 那么他的这个硬度的话应该是钢的这个五倍啊 那么是可以抵挡一个近距离的这个手枪的直接射击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细节不错 后面的话有一个小猩猩在这里啊 好 那么内部的话呢 是有一些这样的软垫的一个贴附 那么然后的话呢 是有这样一个这个头盔袋在这里 我们是可以把它带在头上 就像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 好的 就像是这样啊 那么这款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模仿了这个83年的这么一个版本 还是非常的还原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把它拿下来啊 好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 那么他的配件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往后来看 那么后面的话 有把这个大枪 我们把它拿下来 我们来看看这把枪 这把枪的话呢 还是做的非常的这个有细节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这把枪的话呢 首先在后方的话 是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线后的这么一个延伸 好 然后下方的这个弹架的话呢 可以把它拿出来 里面的话呢 是有这个子弹的刻画 另外的话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榴弹发射器 在前方啊 在这个位置 然后上面的话呢 是一个可以安装瞄准器的 这么一个位置 这把枪的话呢 如果这个严枕出来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强的 这么一把这个machine gun 那么进行一个烛火的一个输出啊 具有一定的细节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前方这个扳机的话 就是发射前面这个流弹发射器的 好 那么这是这个第二把武器 好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们这个这个工具的话 还有第三把 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腿的旁边的话呢 是放着一把这样的手枪 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那么在这个老板具里面的话呢 他也是在这个腿边有这么一把手枪 但是的话是不能拿出来 只是一个刻画 而我们这个版本的话 绝对是一个提升了 可以把它拿出来 那么如果根据漫画的话 这把枪的话 应该是这个1911这把手枪 也是一个名枪啊 为什么叫1911呢 顾名思义 就是从这个1911年的时候 开始进行一个使用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也是非常的具有细节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前后的一个拉动啊 里面的话 还可以看这个子弹啊 弹架可以把它拿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子弹的细节 可以把它的话这样的放回去啊 好了 这是一把这个服务器 我们可以把它的话呢 是放在腿边的这个枪袋里面进行一个收纳 那么前方的话呢 还有一个小兜 这个小兜的话呢 其实如果有这个额外弹架的话 也可以放在前方 比如像这个地方 可以放一个额外弹架 那么进行一个收纳 还是不错的 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腿部的一个小绑袋 那么就是放这个弹架用的 好 那么后方的话是背着这么硕大的一个背包啊 那么老板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老板的话呢 长的是这样的 那么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 那么这个上面还有工兵场 这个的话是没有这个装备 我们把这个枪的话拿到一边去啊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水壶 这个有点太现代了 这边是像是春游的时候带在这水壶 太空杯啊 好 那么军方的话不应该是这么开成小道杯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后方的话 有这么一个储备弹夹的位置 就在这个地方啊 这是一个可以这个粘贴的这么一个小洞 可以放入一些弹夹 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小包啊 小包非常的这个多 好 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 在他这个身上的穿着是一个卡其色的一个军装 这个军方 这个军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散兵的这么一个徽章在这里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街州的标志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美国的国企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的粘下来啊 就像这样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吸附 好的 面相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还原这个漫画 还有这个动画的这个形象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不错的 好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有这个小狗牌 那么两个牌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上面写的是这个非常非常小的字啊 可能看不太清楚 上面写着这个duke在这里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是一个腰拨 下面穿的话呢 是一个战术的一个军裤啊 这个地方有这个护漆在这里 然后靴子的话 就是穿这个美军的一个现役的一个军靴啊 然后下方的话呢 也有一些这个足底的这么一个刻画 还是不错的 好 那么可动性的话呢 这款粗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么可以进行走的头部移动啊 手部移动啊 都是冰而经典的移动方式 我们就不再过多的介绍了啊 我们可以把它的话呢 放在这里 好的 那么头盔的话呢 可带可不带 我觉得如果不带头盔的话呢 显得更酷一点 尤其这个小发型 那么特别是像这个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之前是长什么样啊 那么之前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 就是差不多这么一个发型啊 那么之前的话呢 感觉更加的这个圆润一些 因为是要带这个小头盔的 而这个版本的话呢 感觉非常的这个英姿杀爽啊 那么非常这个酷的一个形象 好 这把枪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用这个小袋的话呢 是可以挂在这个手上 然后的话呢 进行一个背包上的一个悬挂 那么非常简单 就像是这样的一个平时的收纳 好的 然后呢 这个手的话呢 我们可以拿着这把枪 那么这个的话 也是我平时最喜欢的这么一个摆放方式 然后的话呢 头盔的话就可以了 拿在手中就可以了 那么可以拿在手中 或者是这个放在这个位置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模型啊 那么如果喜欢GA州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管所有人物都收齐 那么也要收集三款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公爵 一个是伙食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霍克将军 我们下期的话呢 进行一个介绍 好的 那么大家都要鼓励支持 我们这个大家的鼓励 感谢先生多虑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